七啦 就是黃七的七 要剩一張 都有可能 不知道你死了 對啊 都有可能 不是 康哥 最後兒子 曾經有兒子 原來是有 你們曾經有 你怎麼都沒講 對啊 你們外面有啊 沒有啊 不然為什麼 可能我有認養一些小朋友 可是他說他有 因為你有兒子 好 我請問你 是 你說你二十出頭 那請問 康哥有幫你付過學費嗎 我 妳真的很專門 妳還一起做節目 對 學費啊 沒有啊 沒有幫我付學費 但是有 付其他的東西 學費才幾萬塊嘛 人家幫他 康哥幫他付的是 車貸 房貸 真是大條的嘛 學費算什麼 請問 你有拿 康哥的內褲上節目嗎 這 這真的 真的 PRO的 真的很會問 聽不懂 什麼叫他拿他內褲上節目 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 沒有 就之前曾經 對 在某台 對 某個節目 就是他剛剛講字面上的意思 一個經歷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因為那個 有時候人家是節目需要 做效果 對 不一定是同一句 對 曾經想穿掉襪來上節目 下一次 很奇怪 怎麼現在大家都喜歡收集 對 請問一下 當事人還沒有回答我 那到底是誰 有嗎 到底有沒有 我不會在節目上消遣康 不會在節目上消遣康 不會在節目上 是在後台化妝室 不會消遣他 就是不會在節目裡面講 他不好 有這麼愛他 那這是令我 就算我不好 也不會在節目上講 你看 這麼愛他 那就是另有其人 就算是我們想的那個人 是 因為康哥他跟人家交往 都是真心的 請問你是剛 跟康哥剛交往嗎 不是 剛交往 關心不要這樣斷 對一點 不要亂鬥 對不起 剛交往嗎 我的天 你看 又是暗威 不是 不是 這段我們來暗威 康哥的愛人 難道另有其人 這個被康康影響一生的女人 究竟是誰 神秘嘉賓一波 康康超級好朋友 驚喜登場了 這個高飛搞怪的製作單位 他不惜重金 你看今天來多少人 是 這個朋友多出眾 又來了一位 康哥的超級好朋友 對 而且在外面等了很久 一直等到 他坐下一班飛機來 都還來得及 你看有等了這麼久 就是為了要來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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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牌鑑定牌 當交往嗎 我媽媽要吃紅腳 對 我的天啊 不是吧 又是暗威 不是吧 這段我們也不知道 他不會介意啦 他不會介意有小孩啦 又有小孩 有小孩 那你覺得康哥是不是一個好的 結婚對象 現在是 現在是 前幾年不是 就是說前幾年還不夠穩定 現在就不然想要 而且前幾年他們也沒有開始交往 對 所以現在 這也是最近的事嘛 所以現在想要穩定了 因為有了小孩了嘛 也開始穩定了 真的嗎 沒有啦 他剛剛說有兒子 有兒子嘛 但是我把那個 錢小姐這樣 那是 那是 那是後面的題目 後面的題目 今天節目好精彩喔 北文大爆料 那我們要讓各位鑑定一下 是不是這一位 我們都知道誰啊 誰啊 妳還專 又有兒子 先看到 到底是不是那一位 不是 已經不是馬皮尤了啦 馬皮尤連出來了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的下半身 哇 OK了 可以了 這個裝扮又有一點像 很像 真的 因為年輕人嘛 年輕人好像現在都穿這樣 都現在都穿這種褲子 就是他們把原來自己阿嬤的 那個拉腳褲 剪掉 然後變成這樣 對 而且很喜歡配那個高跟鞋 對 他皮褲耶 皮裙耶 康哥覺得 這雙腿 腿的線條到有一點像 應該 我知道他是誰 真的嗎 對 對 是內地的還是 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真的嗎 真的 是 是在 就今天 是在澳門認識的嗎 在香港 妳有來 彩娃姐 我覺得妳的問題都好不正經 在本地 她是在本地哦 彩娃姐 對我私生活比較那個 了解 那比莉姐您覺得是 是 好可怕 她還是堅持她自己的答案 因為剛剛醫師有說 她 沒有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她還是會再說出 毛毛毛 好 好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頸部一下 請看 你看 淨妝 有嗎 好像 那個指甲有紅的 絕對是 這是誰 絕對是誰 真的被你揍壯 其實醫師很厲害 真的 妳看 妳看身材就知道了 請問 還要問 請問怎麼樣 你有跟康哥去日本過嗎 真的 真的很專業 一公想 有 有 有 他也去 Kimi在 有去大陸嗎 有去大陸嗎 有 有去美國嗎 有 他都在耶 他根本是 行李處理 平處不在 不是 無所不在 那是蟑螂 康哥 敢問 如果打開 真的是那一位的話 您會對他說什麼 不好意思 不是 沒有 還是分手是對的 沒有 還是舊愛還是最美 請你記得我的好 忘記我的不好 好漂亮 冷氣趕快開 一兩點 冷氣趕快敲 OK 這個可能不用 到底這一位 會不會是康哥想要對他做 這些話的人呢 我們現在要揭曉答案了 是不是 穩住 如果真的是 鄧醫師他會怎麼樣 因為經過剛剛的震撼 他剛剛鬆了一口氣 所以現在他有一點不在乎 可是萬一真的是的話 他的那個驚嚇 可能會比剛剛第一個來更大 那會跳出籠子外面嗎 我想他會走人 萬一是的話 不會 不會 他可能不會 但是以我對康哥了解 他不會走人 他會撐到底 他不會給人家難看 但臉會很臭 但是他就是會很嚴肅 不要一直猜測 他臉會很臭 他應該會帶他走 不要跟我們等下演 那個你沈玉琳跟佩蓉 那個你白玉琳跟這個紫音 那一個人更小就算了 男人那個人 真的不敢 是 你現在學誰 他沒有 你真的沒有學誰 他沒有在學 他只是在 他只是在轉 他只是在轉 對 菱姐 因為觀眾也等滿久了 可以容我打開這個爛簾子了嗎 好 好 到底這一位 會不會就是大家心裡面想的那一位呢 倒數三秒之後 我們將會拉開這個爛簾子 好 三 二 一 請開 好 好 這位與康康關係曖昧的神秘嘉賓 究竟是誰 在明天的節目中即將為您大公開 他們去某人部落格上面發現了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 這個文章相當的有爭議寫的 都是不獲得我的貨 2009年1月10號寫的 10 上面有寫到說 兩人相遇或許無法牽手到最後 當中曾有許多編織的夢想 嘗試許多努力 卻沒有分對錯 至少回憶是金錢買不走的 當白髮蒼蒼時 細細品味過去 所有不愉快都變成一個經驗 時間或許可以充淡憂傷 但是在中間得到的收穫 卻是如酒越沉越香 冒毛在部落格的深情留言 康康聽了之後會有什麼反應 更多更精彩的節目內容 都在明天的王牌鑑定團